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慷慨不应为家国 英雄音之时刻 英雄音之时刻 满怀中战永不莫 满怀中战永不莫 青史海海如波 诗意雪荣包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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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荣包山河 诗意雪荣包山河 采释空气垂林冠 掩饱 妈 您看 我们能够平安地回到赵府 那正是谢天 你 拜託 你不是給我交出來 要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我的事不要緊 你們趕快獲勝力大也付出 我來 我來了 怎麼到現在才來呢 杜大叔 林沐來遲請令大夫見諒 不敢 林沐將軍 還是趕快先看看杜大叔的傷勢吧 令大夫還是到我的經營去吧 令大夫 李沐因為不能夠率軍越過秦國的邊境 所以接應來遲 還請令大夫見諒 不敢 多謝李沐將軍 其實啊 秦國派的那些個 低手見什麼 來追殺我們相如老弟 不 我們令大夫 就是李將軍 您沒有來接應 就憑我們五個人 也能把他們一掃而光啊 哈哈哈哈 白李奇和崔武舊二位俠士也夠辛苦了 他們護送和氏璧返回邯郸 又連夜趕回在國境之上 剛剛來到大仗 又接到想見的警告 他們又趕去接應令大夫 多謝李將軍誇獎 不敢 李敬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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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將在 今夜你要小心地加強戒備 遵命 李敬大夫一行人等 要在這軍營之中歇速一行 你要小心地保護 對傷者要小心地照顧才是 遵命 多謝將軍 李慕告辭 奉李將軍 李敬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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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样了 杜大叔 杜大叔 你怎么样了 我是 我是见多不幸 我知道 我是不喜欢 令 令大夫 杜大叔 我就是令相人 我在这里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照顾 我们如今是在 李牧将军的晶云之中 大仗之内 杜大叔 这 这就好了 我杜大叔 总算没有王弥勤过 仗生异乡 毕竟回到我父母之邦 赵国 我杜辰身为赵国之人 我杜辰身为赵国之邦 四为赵国之邦 杜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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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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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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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以致盛 代王所言盛世 祈奏代王 向國平原軍、蓮夥將軍、李牧將軍 一同進攻進見代王 李牧將軍回到邯鄲來了 莫非秦都咸陽那邊 又有令相辱的消息呢? 代王 那你就快宣向國他們進攻 不就知道了嗎? 好 宣 尊詐 代王有詐 宣向國平原軍、蓮夥將軍、李牧將軍 一同進攻進見 來 臣相辱,拜見代王 謝謝代王 臣相辱 李牧將軍回到邯鄲來 莫非秦都咸陽那邊 恭喜代王 那令相辱已經平安地從咸陽返回趙國 哦 令相辱她 她回來了 是 是 陳李牧起奏代王 那令大夫脫離咸陽 在兩國邊境之上 曾遭秦軍的追殺 哦 她受傷了嗎 信來代王洪府 令大夫得以化險為夷 由臣接應至趙國境內 現正在陳軍營之中歇息待命 臣特日夜兼程 非即趕回邯鄲 秉奏代王 好 好 真是太好了 真是天佑我趙國 是那天下至寶何事必不失於今 而又是那忠臣義士令相辱得以不死於今 寡人實在是太高興了 是啊 代王當然應該高興 李牧將軍 臣在 你即刻日夜兼程 非即趕回營中 待寡人傳召 命那令相辱 盡速起行返回邯鄲 是 你也要一起同行 护送那令相辱 返回邯鄲 到時候 寡人要出城去交英十里 臣警遵詔 相國 臣在 這件事 就要你替我去準備一切了 三日之後 寡人率文武百官 出寒丹臣去迎接那令相辱 臣警遵詔 臣連婆起奏代王 那令相辱 不辱君命 由秦都返回趙 那是知者所在 不足為奇 代王又何必 親自率領文武百官 前去交營 連婆將軍 像令相辱這樣 雖在危難中 而能不辱君命 既能完璧歸趙於先 而終能脫離艱陷 平安返國 像如此智勇兼拒 忠烈兩全之勢 在我趙國能有幾人 叫寡人又能如何不敬重他們 代王為了敬重令相辱 可以傳召請相國 代為出城迎接也就是 再說依臣相愛 那秦王乃是一個貪婪殘暴之徒 在令相辱無必可限之時 他不但沒有殺了他 反而把他放回趙 這其中比有緣故 說不定 那令相辱在秦王的面前 替代王做出了喪權辱官之事 代王不可不察 相國 你看此事應該怎樣 代王 以臣想來 那令相辱 代王 絕不至於為代王做出喪權辱國之事 不過 蓮婆將軍既有如此的意見 三日之後 臣請求代替代王 出城迎接令相辱 並而查明一切情形 上報代王 好吧 那就如此決定 這是真的嗎? 是的 如玉 姑母 伯母 令相辱大夫平安返回趙國的消息 相國平原軍已經進攻奏報代王得知 像這樣大豪的喜緒 伯母當然也要知道 所以相國命于秦前來面報 也好讓伯母放心 謝謝 謝謝相國 謝謝餘舍人 我得知這個喜緒 真是太高興 太高興了 伯母 代王還傳召下來 三日之後 要相國代替代王 出城食物禮 去交迎接令大夫 唉 相如這孩子 並沒有為代王立下什麼奇功大業 代王這樣的大恩厚的 教我們母子愛人怎麼樣報答他 伯母 于卿也是相如的好意 深知他的才能 他將來 並能為代王建奇功 為趙國立大意 他日成就 始是未可限量 但願如此 我先謝餘舍人的誇獎 那裡了 伯母 于卿告辭了 入院 代我送送餘舍人 是的姑母 多謝黃天厚土 多謝令氏的列祖列祖 保佑向路平安返回照顧 得以步入君 切保代王 和恩德與萬物 我身為其母 也可以無愧以天地之間 無福以祖宗之德 和恩德 爹呢 向如表哥 在桑柔兄妹相助之下 平安地返回了趙國 那桑柔姑娘 既然已經跟她共度生死患難 兩人的感情 當然是非比尋常 那 那我該如何是好 要發聆 五 四 五 五 六 五 五 五 臣相國平原軍叩見大王 臨臣 謝大王 起奏大王 令相爐大王已經返回邯鄲 現在正在殿前後召進 這裡有令相爐的奏前 請大王一關 好 好 令相爐真不愧是寡人所言 真是一個智勇兼備 忠烈兩全之士 雖頂禍當前也不會替寡人做出喪權魯國之事 實在是難得 是 此時為賴大王之名見 好 建立 小臣大立刻傳寡人造詣 宣令相爐上殿敬見 尊長 尊長 大王有詔 宣令相爐大王上殿 大王有詔 宣令相爐大王上殿 是誰 謝謝 是誰 謝謝 那人 是誰 soy 大王 代王万岁 国家代王 代王万万岁 你替寡人捧何事必入侵 历经艰险为难 幸不露灭 如此劳苦功高 寡人实在是敬佩万分 也高兴万分 启咒代王 臣为代王节中尽职 性能不辱使命 实不敢言功劳二次 历经 你身陷苦狼之邦 却能够智勇过人 说服秦王 得以平安返回赵国 你这种大智大有 劳苦功高 实在不愧是寡人的忠贞之臣 也可以说是赵国的博士与贤财 大夫 你以为寡人的看法如何 代王所言甚是 代王能得到 像令相如这的贤财 正是我赵国之福 代王正可以论功行赏 当然要论功行赏 令相如听寡人封赏 令大夫上前听封 多谢代王 代王万岁 令相如完毕归照 劳苦功高 寡人特封其为上大夫之职 并似宅地居马 只望令相如身体寡人 爱财之心 劫中尽至 上报朝廷 且拥保我赵国之邦机 谢代王 代王万万岁 公母 公母 我来 不用了 这里已经收拾好了 公母啊 到后边去 替相如准备点饭食吧 是的 公母 令相大夫回补 公母 表哥回来了 他真是下荣回来了 娘 孩儿回来了 臭孩子 娘知道你会平安回来 娘知道你会平安回来 娘知道 娘知道 你无论历境如何 任何的艰难足形 你会不辱君命回来 娘 你说得对 孩儿是代王的使者 也是我们令氏的子孙 孩儿能不辱君命 也正是无愧于我们令氏的祖先 跟爹在天之灵的期望 好 孩子 你说得好 快 快过去 过去跪下 叩谢黄田厚土 跟令氏的祖宗对你的保佑 是的 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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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海儿奉闭入秦以后 你老人家的身体还好吗 还好 还好 像我 这些时来 你如玉表妹 替你在堂前行相 是 娘 照顾为娘的 你还不过去谢谢她 是的 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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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她对我敬孝也是应该的 哦 向荣 你觐见黛王了没有 孩儿今天 一回到邯郸 就立刻进宫去觐见黛王 又蒙黛王佳恩 封我为上大夫之旨 还有宅地居马的赏策 哦 那可要恭喜表哥了 哎 向荣 这黛王 这样的高恩厚德 叫我母子二人何以为报呢 一娘看来 这宅地居马的傻子 千万不可接受哦 姑母 这是为什么呢 如玉 你不知道 姑母虽然希望你表哥能够出人头地 可是我平时常常的教导于他 要富贵不可忘本 为人处事 要以淡泊平时为夷 所以向荣 你虽然以蒙黛王进封为上大夫之职 而今后可千万要记住 时时要以中军报国为念 不要贪图荣华富贵 因而 这宅地居马的赏赐 还是以不接受为师 是的娘 孩儿自当景尊娘的教训 婉拒那宅地居马的赏赐就是 向国平云军府摄人于亲 再来拜见上大夫 原来是于清兄 请坐请坐 上大夫 恭喜 伯母 恭喜 谢谢 于婶 请坐 不坐 于清奉了向国平云军之命 请上大夫过府饮宴 特来向药 请上大夫即刻前往 向国对向如 如此的高温厚德 又何必如此的多礼呢 不 上大夫 向国是奉了代王之命 代替代王赐业 所以务必请上大夫即时过府 既然如此 那我遵命前往 娘 孩儿这就去 向如 晚间可要回来用饭了 也可以庆贺全家团续 是的娘 请 请 向如 以蒙代王封为上大夫为之 也可以说是出人头地 就是 他对婚事不知是如何的打算 姑母 表哥 既然是以事业为重 不愿意提到婚姻之事 姑母又何必要勉强她呢 若玉 你还看不出姑母的心事 是 姑母这样也是为了你 当然也是为了姑母自己 你要是跟向如成了亲 那岂不是姑母可以早一点了了 这桩心事了吗 好 我想到后边去歇歇 我有点累 姑母 我扶您进去 不用了 你忙你的 啊 如玉姑娘 方公子 这令上大夫还没有回家来 已经回来过了 如今到向国平原军府去了 这才是男儿汉大丈夫 病上大夫可以说是人种豪杰 方平自愧与他不能相比 方公子 你 如玉姑娘 我 你知道 我对你倾心已久 我一直希望能和你 你 到如今 我才知道 我这一世无成之人 对你来说 实在不能相配 方公子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呢 令向如 管笔归造之事 我听说以后 感触很深 如玉姑娘 为了你和令上大夫之间的感情 为了你未来的婚姻大事 我们今后 不可再有所来往 我会衷心地祝福你们 早节连礼 方平告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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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将军 上大夫 我連婆不如上大夫 你多給上大夫敬酒 我不喝 大將軍 大將軍乃是一位古道熱腸之人 令上大夫 你身陷秦都、咸陽 尚未返國之前 大將軍也時時為你的安慰而擔心 他曾經說過 倘若你遭遇不測 他將向大王秦趙 不惜舉全國之兵 要向那秦國復仇雪恥呢 向國說得雖然不錯 不過我把舉國之兵 是為趙國而雪恥 不是為母人而報仇 是是是 不過 令上大夫也應該感謝大將軍的盛情 大將軍 請受我令相如的恭敬敬請 保密 大將軍 我令相如年輕士氣 不知何時何處得罪了大將軍 還請大將軍看在相國的份上 還請大將軍看在相國的份上 對我令相如多於教誨 賜於匡政 大將軍 大將軍 相如有得罪大將軍之處 也請隨時予以教誨 相國 我連頒身為趙國的大將 曾經親率大京 東征西塔 又開疆脫土之功 出生入死之老 追隨大將軍 追隨大王至今 並沒有得到什麼封殺 他出生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社人而已 因奉何時必如勤 大王封他為大夫 在那秦都歇陽 以口舌之功 僥倖不辱軍命 平安歸國 這也不過禁止你的職守而已 而大王卻封他為尚大夫 實在是令人不服令人不疲 好 連大將軍 令相如 你不必在我面前賣弄口舌之能 我連伯可不相信這些 向我的話說完 告辭 怎麼因為我死不盡人情呢 大師 你就不要多說 先下去 是 別的 報告辭 好 就所見 就是 符號 你回去拜见过老夫人之后 老夫人一定很高兴吧 是 家母说 代王代相容 如此的高问厚德 实感无以为报 关于翟莉居马的赏赐 家母认为实在是不能接手 不 你应该接手 有道是君有命不敢回 君有刺不敢辞 何况你身居上代夫之职 岂可没有宅地居马呢 再说 你有了宅地居马之后 也可以请你那几位 随你远赴秦国 同生死共患难的好朋友们 随时的共相聚首 是的 相可 我听说 你那四位侠士好友 都自愿攻城身退 不肯接受代王的封赏 相无了四位好友之中 除了丧柔是女儿家之外 其余百里奇摧无旧 丧无三人 平日都在市井之中随便惯了 他们不是不肯接受封赏 而是身以作官为苦而已 好 那就暂时不要勉强他们 我当转奏代王 对他们厚加赏赐 以筹其功 多谢相 向罗蒙代王赏赐这座新的宅地 王恩浩荡 向罗内心感激不已 虽然曾经奉母命 拜此代王的后子 但相国再三以为不可 所以只有静静拜受 所以请各位到这儿来一叙 你表现着 好 那我们就恭喜伯母 恭喜向罗老弟 恭喜 来来来 三姑娘 三位义士 我应该感激四位 没有你们的相住相救 向罗哪有今日呢 不 伯母 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 还有一位 御公杜成呢 那杜成现在何处呢 娘 杜大叔已经死在边境之上 他也是随孩儿返回邯郸之时 在中途负上而往的 林伯母 请不要为此事过于忧伤 我们但愿杜大叔在天之灵 永远呵护赵国 来 我们饮尽慈悲 老生 本来不善于饮酒 不过我还是要尽四位 对项如相助相救之恩 不必了 伯母 我跟百里大哥呀 我们是护送着何时币回邯郸来的 留在秦都咸阳的就剩下了桑氏兄妹 他们在陪伴着项如老弟 好啊 这里就不对了 你应该称为上大夫啊 哎呀 我知道啊大猛牛啊 这是在家里嘛 尤其是当着伯母的面 这么称呼不是亲切一点吗 什么那个上大夫啊 这这 哎 哎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哈哈哈哈哈哈 侯儿啊 你刚才说啊 在秦都咸阳 就只有我们兄妹二人 在陪伴着项如老弟了 哎哎哎哎 对对对对对 所以啊 伯母 您要论功行赏的话呀 应该先进进他们桑氏兄妹 哎不不不不不 伯母 我是半点功劳都没用 你们还不知道 这我妹妹陪着项如老弟啊 二上张胎 那才是真正的同生死共患来 哎 伯母 还是让我妹妹陪您喝酒吧 那我就应该格外的要感谢桑姑娘了 我敬您 不敢 还是我先敬您 啊 那 那这样好了 如意啊 你替我敬桑姑娘了 是的姑母 桑柔姑娘 这回多亏你对我表哥 善尽保护之责 我这个做表妹的在此 先谢谢你了 哪里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啊 我先引尽此酒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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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喝点啊 对不起 如意 如意 姑娘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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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孩子怎么了 啊 我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我怎么会看到桑柔 我就失态了呢 我还是让他跟表哥结为连礼吧 我 我 我又何必 又何必 如意 如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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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么 我有话要对你说 好 就是 你 你要做什么 我有话要对你说 好吧 那你就陪我走走 陪我走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也明白 你要对我说些什么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 吴玉姑娘 我自小父母双亡 浪迹江湖 早就是以四海为家了 我虽然不是浪迹江湖 但我是自小 父母就双亡 幸福是父母双亡 总算是人的家 你要比我幸运 真想不到 我们都是身世飘云的人 这也许是一种缘分吧 才会让我们相适 是啊 人生都离过聚餐 都是缘分 男女婚姻 也都是一种情缘 我知道 感情本来 就是一点也勉强不得 现在 我已经不会难愿表白了 向日一直对于平衡 我们两个是很相费的 他喜欢的是你这位封城下 如玉姑娘 我们两个 何必又为她 是啊 我和水悠悠 我们是不应该自有缘分的才是 那从今以后 我们两个结为好友 你说好不好 好 我们从今 就是好友 他还不要 他还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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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 他etter